黄晓明回应了 8月13日黄晓明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 正式否认黄晓明有私生子传闻 声明中明确写着 网传黄晓明先生与他人有私生子等言论均系谣言 随后黄晓明本人也转发该条微博表明立场 语气十分强硬 他称自己努力工作也抵不过一张造谣的嘴 让造谣者少用自己的嘴干涉别人的生活 也少用别人的脑子考虑自己的人生 想交代爸的人欢迎拿出证据 要知道黄晓明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 都是一个温顺的没什么脾气的好人男性相 这次回应旅气这么强烈 想必他也一定是对这个谣言非常愤怒了 目前黄晓明工作室已经起诉造谣者 交由法律处理此事 最近一段时间黄晓明和网红叶科的绯闻 甚销成上 甚至传出两人已经有了孩子的手法 这个传言在网络不断发酵 一度被传承的真事 前段时间黄晓明还带着儿子小海绵外出游玩 可能是考虑到对孩子的影响不好 才会如此激烈的否认谣言吧